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謝謝三年 也謝謝 Shirley 跟我們領今天的救派歌 真的好感動 我們每天都有一些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最近幾個星期 我們看到感染的人數大幅度的減少了 又看到春天來了 樹都發芽了 這樣子我們心情會比較明快 當然還有很多不好的消息 我今天就不講了 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白天我不看電視 到晚上看電視 晚上看電視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樣 我有一個習慣 可能也有一個愛好 可能也不是很好的愛好 就是我最愛看警察追車的新聞 我每次看別的新聞 我就很快就沒興趣了 這種我就會一直追著看下去 通常在晚上 一個車在前面 後面就跟一大串警車 就這樣閃著燈 最後的結局 有的很常 我常常都要看到最後 最後的結局 所以往往就是說 這個嫌犯 他就找了一個黑一點的地方 他就跳下車 然後就翻到人家的院子裡 或者鑽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時候 他為什麼比較容易逃掉呢 因為通常上面都有 直升飛機的看照燈照著 到了這種房子 打樹的地方 直升飛機的光就照不到了 他就趕快趁著這個黑就套走 當然最後還是會被抓到 所以呢 這也告訴我們呢 就是說人做壞事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選擇一個黑暗的環境 那麼今天呢 我們剛才讀的舊約的經文 就說到以色列人對光的一個害怕的心情 那麼這段經文呢 像你剛剛讀過 我就不再讀了 但是你們可以在你們的Bluetain裡面 這樣看一看 那看一看呢 我們就講起來就比較容易 那麼這段經文呢 說到 摩西首領拿著兩塊法板 下西乃山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發光 因為面皮就是他臉上 就是摩西呢 就是摩西呢 當時呢沒有鏡子 而且摩西呢在那個西乃山也是一個很 就是很荒 就是很荒蕪的一個山 山上也沒什麼水 所以他呢 不知道他上了西乃山之後呢 他的面容發生了一個變化 就是他的臉上呢 開始發光 但是他下山的時候呢 他從別人的反應 好 就發現呢 亞文 亞文是他的弟弟 和以色列眾人 都怕哀近他 就是他發現大家都害怕他 都躲著他 那麼這個時候呢 他就發現了大家躲著他的理由 是他的臉在發光 那麼這樣子呢 摩西呢就在他臉上蒙了一塊帕子 就是蒙了一塊布 就是為了怕別人 別人不是怕他 是怕他臉上的光 他就蒙了一塊布 那麼這些人 為什麼會怕臉上發光的摩西呢 他們平常對摩西有時候還挺兇的 還差點把他殺掉 這是我害怕的 我們如果去讀出埃及記這一整卷書 我們就知道這卷書呢 就講了一個很重要的 以色列人的歷史事件 都是摩西呢 帶領了百萬的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回到了他們的應許之地 就是迦南地 那麼當時呢 以色列人呢 已經在埃及住了四百多年 然後呢 很多年都是在那做奴隸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們就已經很多人都忘記了他們祖先的信仰 那他們做奴隸呢 他們也是被人管著 也沒有什麼團隊精神 那麼這樣子呢 他們一下被放出來 幾百萬人要回到家鄉去 他們可以說 他們既有奴隸性 那麼也有盲流性 就是我們都看到被關在那裡跑出來的那種盲流性 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呢 好的時候還行 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抱怨 就想走回頭路 覺得當奴隸還不錯 那麼這樣 多次地鬧了之後呢 神最後就生氣了 就說 我不想再理這一條人了 那麼摩西呢 這個時候呢 就在神的面前給他們求情 那麼摩西呢 在這個時候呢 就上了西南山去見神 別的人 他當時呢 帶著約書雅上山 這是他第一次上西南山 上山了四十天 可是沒想到呢 山下的這些百姓呢 他們左等也不來 右等也等不了 摩西下來 他們結果就造了一個金牛毒 就半圍的金牛毒 結果摩西一下山 一看見這種狀況 氣的就把那些世界的法官就給摔碎了 然後又殺了三千人 這些人是帶頭白武像的 那麼這件事讓以色列人是很震驚很害怕 那麼摩西呢 他還是愛他的子民 愛他的百姓 所以呢 就接著他就求神赦免百姓的罪 那麼這樣子呢 他就第二次再上西南山 就是我們今天剛才這段經文講的 那麼他是想要再次的與神立約 那麼他在山上呢 還是先進食四十天 那麼 出埃及記也講過 說他在那裡與 耶和華年齊四十周夜 不吃飯也不喝水 然後呢 神就最後就應允他 他就把十戒的這個約 就寫在兩塊石板上 然後呢 他就帶著兩塊石板就下山了 那麼他這次下山呢 他上一次下山 下山殺了很多拜皇像的人 拜金牛毒的人 那麼百姓呢 都知道自己犯罪了 所以他們都在山下很忐忑的 等著摩西下來 想看看摩西這次 能給他們求到什麼情 啊 可是他們看見摩西 帶著兩塊法板下山的時候呢 摩西的樣子變了 臉都放著光 百姓就害怕 他們不知疾兇 那麼我們也知道啊 神是聖節的 神就是光 啊 那麼人呢 是有罪的 那光明和黑暗是兩個是不能相容的 啊 那麼更何況 這次 摩西在上山之前 專門跟他們說 你們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 耶和華那裡去 或者 可以為你們贖罪 摩西事先是這麼交代的 所以這些犯了大罪的百姓呢 他們看見 摩西把臉放光下來了 他們就 很緊張 就像做賊一樣就躲著 不知道會出什麼事 那麼摩西了解到百姓的恐懼之後呢 就 用帕子蒙上臉 蒙上臉 他們看不見這個光 就沒那麼害怕 那麼摩西進到戰禮去和 耶和華講話的時候呢 就把帕子摘下來 就用他發光的臉去見耶和華 那麼這一段呢 我們今天不再多講 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 今天的福音書的經文 那在之前呢 我講道中說過 耶穌的家鄉在拿撒勒 那拿撒勒呢 也是被當時的人看不起的 然後拿撒勒人也看不起耶穌 那麼這樣呢 耶穌就離開家鄉 就在加百農 把他加百農作為他的一個據點 那麼加百農在加利利湖的旁邊 靠著湖 那麼加利利的岩湖 有很多的外邦人的知名點 那麼今天的福音書呢 就講到耶穌 醫治了一個患有癲癲病的孩子 那麼以前如果你們記得 我還講過耶穌在格拉森 趕鬼的事情 這兩件事情都是路加記載的 路加是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可以致命救人的 他對這種得病的被鬼附的人 特別的就是關注 那麼格拉森的瘋子和今天這個癲癲病的孩子呢 他們的病根是被鬼附了 那麼這些病症呢 是在外邦人當中特別容易出現 因為他們不認識獨一真神 他們白假神 那麼妖魔鬼怪就可能在他們中間 心風作露 那麼這個蒙的帕子臉上發光的摩西 和這裡說的被鬼附的孩子 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我剛才說的 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們就是光 鬼是見光死的 那麼這段記載呢 我們看到 先在摩西治病這件事情之前呢 先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以前都講過 就是耶穌帶著門徒呢 上了一座高山 那麼在山上呢 耶穌就變了形象 也是臉上發光 臉面明亮和日頭 衣上潔白如光 這是他們在山上看見的耶穌 那麼當時呢 還出了一個現象 就是摩西和以利亞 這兩位以色列人 舊約當中最大的先知吧 我們就簡單說 他們先見出來 都和耶穌講話 那麼門徒呢 還看見一朵雲彩 光明的雲彩 不是烏雲 光明的雲彩 遮蓋他們 聽見神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就先有了這件事 然後他們就下山了 一下山就碰見了這個 被給陷避 被鬼附在身上的孩子 那麼三卷福音書 馬太馬可路加都有記載 那麼馬可呢 我先讀一下馬可怎麼說 馬可福音說呢 他說他們到了門徒那裡 看見有許多人圍著他們 又有文事和他們辯論 明明是一個孩子被病折磨成這樣 為什麼這些門徒在跟文事打嘴仗呢 原來呢 這些門徒想把這個鬼趕出來 但是他們失敗了 那麼這就跟摩西上山的時候 山下出了罐子 是一樣 就出了罐子了 那麼當時呢 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當時加利利地區 湖周邊趕鬼是這樣的狀況 馬太福音講到 耶穌走遍加利利 就加利利地區 在各會堂裡教訓人 傳天國的福音 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虛樣 那裡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 各種疼痛和被鬼附的癲癇的 癱瘓的都帶了來 摩西就治好了 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所以耶穌能夠治病 能夠趕鬼這個民生 不但在加利利 還到了更遠的北方的敘利亞 大家都知道了 那麼這時候呢 有一位父親呢 就帶著他被鬼附的這個孩子 癲癇病的孩子 就來了 可是很不巧 摩西不在 摩西上山了 於是呢 其他的門徒就來趕鬼 那麼事實呢 這些事實上呢 這些門徒呢 他們是有這個趕鬼 醫治的能力的 因為儒家福音的同一章 就是九章的一開始 就說到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 給他們能力全民 耶穌給了他們能力全民 治福一切的鬼 醫治各樣的病 又拆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 醫治病人 結果這些門徒呢 受了耶穌的拆遣 就出去了到處治病 然後民生都出去了 因為福家福音十章十七節說 那七十個人就受耶穌拆遣的人 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 也服了我們 就是說他們有這個經歷 而且他們的這個趕鬼的這個 成功的經歷呢 是公開被人看見的 所以他們才敢去醫治這個孩子 他們如果從來沒做過 我相信他們也沒這個膽量 但是這一次他們就失敗了 而且當腫瘤臉 還被文士抓住麻痺 那麼這樣子呢 文士當然就抓住這個機會 就過來諷刺他們 那他們就起了爭論 所以耶穌下山的時候呢 就看見自己的門徒和文士在那爭論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孩子的狀況 在羅家福音九章三十七到四十三節 這段經文我念一下 在你們的布勒坦上 我們加強一點印象 第二天他們下山 就有許多人迎見耶穌 其中有一人喊叫說 我夫子求你看過我的兒子 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 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風 口中流沒 並且重重地傷害他 難以離開他 我求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了 耶穌說 哎 這又不信又被溜的時代啊 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們 要到幾時呢 將你的兒子帶到這裡來 正白的時候 鬼把他摔倒 就是把這個孩子摔倒 叫他重重地抽風 耶穌就斥責到無尾 把孩子治好了 交給他父親 眾人都詫異神的答應 這一段路講短短的經驗裡面 我們可以看有六個場景 一個接一個推出來 先是文士他們和門徒在那爭吵 那麼這個父親呢 他對這個根本沒興趣 他一看見耶穌下來 就趕快求耶穌 醫治我的獨生子 我們知道耶穌在山上 神也說是他的獨生子 所以耶穌這個神的獨生子 一下山就看到一個被毀腹的獨生子 那麼這位父親呢 就告訴耶穌說 這個孩子真是受盡了折磨 被鬼抓住呢 他就喊叫就抽風 就口中口吐白磨 受到很重的傷害 我們知道癲癇病的 有些人會把舌頭咬斷 把自己身上甚至骨頭摔斷 都有這樣亂打 所以很可憐 那麼耶穌來了之後呢 這個獨鬼不但沒有停止 還第四章節說 鬼把他就把這孩子摔倒 叫他重重的抽風 可見這個鬼呢 前面他看見門徒 拿他無可奈何 他很猖狂 那麼這位父親呢 就接著告訴耶穌說 我求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是不能 那麼這個父親就說 我已經求過他們了 他們做不了什麼 那麼在一片混亂聲中呢 耶穌先是嘆息人 怎麼這麼沒有信心 然後他的趕鬼是非常簡單 路加寫的 斥責那無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給他父親 在路加的筆下 這個趕鬼的過程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淡定 耶穌就是這麼淡定 不過呢 現場的人都差距神的大能 因為剛才的這種嘈雜 這種混亂 瞬間就平息了 然後人們親眼看見耶穌行神祭 也相信了他有神的大能 那麼路加的記載是這麼簡單 他主要是證明耶穌的能力 那麼這段經文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呢 從耶穌的角度看 證明他是神的兒子 他有神的大能 那麼從人的角度 我們怎麼來看這段呢 所以呢我們可能就要看一下馬可 對比一下馬可和馬太的記載 馬可福音呢 他本來的對象是對羅馬人 羅馬人裡面是這種拜偶像是很多的 那麼我也說耶穌趕鬼呢 常常也在外邦人的地方 那麼馬可呢 他本來說話是像羅馬人一樣 就是很快羅馬人是很注意行動 很能打仗的做事很快的 不過這次呢馬可說的就是很詳細 因為他要說明 耶穌是神 這件事當然重要 但是人的信心也同樣重要 我們知道在舊約的時代呢 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選民 那麼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 要相信以色列人的信仰呢 就先要規劃成以色列人 就像我們今天到了美國 我們想要在美國做事 站住腳 先要有綠卡再規劃成美國公民 這是一樣的 那麼到了新約時代呢 耶穌他道成肉身 神的兒子下來了 賜下了一個普世的救恩 全世界的人不需要再規劃成猶太人 只要信耶穌基督 就可以因信成義 成為神的兒女 所以馬可他這個 常常對羅馬人說話的人 他非常強調 信就可以讓人得救 那麼馬可福音 記述了更多的內容 就是耶穌問這位父親 他得這病有多少日子呢 父親說 從小的時候 鬼屢次把他扔在火裡水裡 要滅他 你若能做什麼 我希望求你憐憐我們 幫助我們 這個父親 這個兒子 從小受這個苦 我們可以想像的 父親的心裡有多苦 但是呢 這個父親在求耶穌的時候呢 他沒有說 你必能成什麼 他說 你若能做什麼 可見呢 他是試過很多次 所以這一次呢 他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 耶穌能做什麼 做 耶穌呢 非常了解這個父親的心情 耶穌也說 你若能信 你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父親說 你若能做 耶穌說 你若能信 所以就把這個若 改成了信 那麼這個父親呢 他真的是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屬靈的人 他立刻就抓住了 耶穌這個話當中的關鍵詞 他就喊著說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 我相信這是我們今天 有很多人的狀況 我們信耶穌 但是我們的信不足 然後呢 這個事情呢 也說明了 這個信 絕不是我個人的自信 而是來自耶穌的幫助 我們有多大的信 其實都是來自耶穌的幫助 或者我們可以說 這個信 就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禮物 那麼耶穌呢 看見這個孩子 父親的信心呢 立刻就抑制了這個孩子 那麼馬可福音這裡說 就斥責到烏鬼說 你這聋牙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 再不要進去 那鬼喊叫 叫孩子打打 抽了一陣風 就出來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樣 以致眾人多半說 他是死了嗎 但耶穌拉著他的手 扶他起來 他就站起來了 路加福音記載 是這個事兒 一下就成了 可是馬可的記載 就有點一波三折 他告訴我們 這個孩子 先是像死了一樣 眾人都以為他死了 可是這個時候 耶穌一拉他 他就起來了 所以呢 這個孩子被醫治的過程 仍然是一個信心的過程 所以呢 大家就是當時信的人 他們真的看見了耶穌的大能 也看到這位主 讓信他的人 凡事都可以成就 那麼路加福音呢 我剛才讀的 專門記下了 耶穌說過 唉 這又不信又被謬的時代啊 我在你們這裡 要忍耐你們到幾時呢 可見 很多人 當時的很多人 是不信的 而且 不信和被謬 仍然是我們今天社會的特徵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信的人 很多被謬神指一的事情 那麼這 也正是今天魔鬼 仍然可以作亂的一個土壤 那麼這件事情 醫治的過程就過去了 但是這些門徒們呢 他們 心裡有很大的疑問 我剛才講他們以前行過神蹟 他們以前醫治過 他們以前敢過鬼 這次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就讓我想起來 在東福小說裡 我們看到那種什麼武林最高手啊 或者什麼魔頭哪一幫派的頭啊 他就是很厲害 可是有時候呢 就碰到一個無名小子 也沒有什麼派別 然後好像亂打一吐就把他給打敗了 就是 金庸的小說裡有這種人 那麼在旁人的眼中呢 就覺得這個 出來的這個人 他一定有什麼絕招 讓我們看不出來 那麼受挫的門徒呢 我在猜 他們可能也在想 耶穌一定有什麼絕招 這些絕招我們還沒學到 所以呢 他們就發問了 那麼馬太的記得更加詳細 就說 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 他們不敢讓別人聽見他們 就悄悄地問耶穌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 其實就是暗示 耶穌你有什麼 有什麼絕學有什麼秘訣 為什麼我們不信 耶穌說 是以你們的信心小龍 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躲到哪邊 他也必躲去 並且 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然後耶穌說了一個細節 至於這一類的鬼 若不禱告盡時 他就不出來 所以呢 門徒想得到一點秘訣 或者多跟耶穌學點本事 耶穌呢 告訴他們 你們的失敗 是你們缺乏信心 缺乏禱告也沒有進食 那麼這三樣當中 信心是最重要的 我們一直在講信 而且耶穌告訴他們 你的信心就小到像一粒芥菜種 那個一粒芥菜種 就是中東的芥菜 那個種子比芝麻還要小 大概像半粒芝麻那麼大 你只要有這麼一點點信心 就可以把大山抹開 那當然此外還要禱告 還要禁食 我相信這些門徒他們事先都沒有注意到這些點 可能也沒有做 那麼禱告和禁食呢 也是基於一個信 那麼釋奉神行低制都需要信 因為信不是思想傳授的秘方 信代表了你個人和神的關係 然後信心也是一個不斷在更新的現在進行時 以往你行過什麼神祭 治過什麼人 並不代表你從此就有了這個能力 那麼信心還包括了謙卑 謙卑的人和神的關係才親近 那麼門徒呢 當然是因為缺乏信心 也沒有謙卑禱告 所以就失敗了 那麼這個事件呢 我們也看到 這個教訓就是社會各階層他們的表現 第一類人呢 是文士他們是幸災樂禍 他們根本不信 也不想針對這個事件去瞭解耶穌 而且他們的心非常硬 根本不關心那個孩子 那麼第二類呢 就是門徒 我剛才講了 他們是有自信 但是他們沒有禱告 他們沒有真的信耶穌 所以自信呢 其實是對自己能力的一個過於過高的一個評估 今天有很多人講究這個成功神學 說你只要信神你就啥事兒 就都能成了 心想事成 其實這正是顯出了人的驕傲和不信 是自我中心的一種自我拔高 那麼第三種人呢 是看熱鬧的人 就是耶穌嘆息的不信又微妙的時代 那些靈性愚鈍的人 他們看熱鬧沒有從中得到靈性的提高 那麼第四類人呢 還有一些原來有過信心 遇到錯之後就躺平了 這裡面呢 今天這個經文沒有詳細講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彼得就是這樣的人 他曾經是對主耶穌最有信心 跟主耶穌跟得最緊的人 可是在主被抓的時候 他曾經三次不信主 可見呢 這個真的信 需要每天祷告 每天更新和主的關係 好 我們做一點點的總結 然後祷告 那麼今天我們看的經文呢 告訴我們光和罪是互不相容的 耶穌就是照亮世界 驅逐鬼魔的真光 好 今天的世界呢 黑白不分是非毀消 所以我們更需要跟從耶穌的真光 驅逐我們心裡的黑暗 就像哥林多前書那裡說的 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 帕子幾時就除去了 這個帕子就是為了黑暗預備 那麼耶穌的醫治感鬼 更加顯出祂的大能和救恩 我們的人生都會有坎坎 都會有痛苦 但是只要對主耶穌有真信心 耶穌一定會令我們出黑暗入亡明 信心是一輩子的功課 我們要常常禱告 審視我們和主的關係 我們信的對象 永遠是耶穌基督 而不是我們個人的經歷或者成功 格林多前書說 主的靈在哪裡 哪裡就得自由 不管是身體還是心靈的自由 都是從耶穌來的 我們一輩子要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我們來禱告 主啊 今天在這個暗昧不明的世界上 以驅逐黑暗 也能點亮我們心裡屬靈的燈光 求主紀念我們的軟弱 保守我們的心懷疑念 讓我們的信心不是信自己 而是全然的信靠主 也求主保守那些不在我們中間 特別是在各方面 經歷困難的弟兄姐妹們 幫助他們 醫治他們 也讓他們經歷到主的恩典 更徹底更專一地跟從主 奉靠主耶穌的生命道道 阿們 阿們